记者吕一轩台北报道,我驻日代表谢长廷今天首次证实,我与日本先前的确已经在谈台日经济伙伴协议EPA,但因为日本食品书台管制引发的相关争议,听了下来,现在谈判有些困难。 总统蔡英文总统日前接见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会长大乔光夫时曾当面表达希望台湾进一步参与包括TPP,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在内的区域经济整合,并和日本签订经济伙伴协议EPA,让台日双方的交流更深化,更全面,成为更紧密的伙伴,关系为至今没有进一步发展。 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经邀外交部谢长廷列席会议,报告东北亚区域执事与日本大选分析及台日关系发展现况及展望,并请国安局与海巡署代表列席并被执询。 国民党立委将启程直询时关切台日经济伙伴协议EPA谈判进度,谢长廷达询时首次证实台湾与日本元先已经在谈EPA,双方有谈判基础,但因为食品争议停了下来,当时他希望这个谈判基础不要断掉,但现在看起来有点困难。 将启程催促经贸谈判应该态度积极,设定目标,谢长廷回应说,EPA,FTA就是自由贸易协定,要和人家谈自由贸易,但人家说你东西不让我进去,目前的确是悬而未解的问题,另外包括冲支,鸟,钓鱼台等是主权问题。 谢长廷说,如果寸土让了,国民就会认为是出卖国家的罪人,韩国、俄罗斯也是这样。